娶个俄罗斯媳妇不费钱 但是带俄罗斯媳妇旅游 那是真费钱的 这去朋友家串个门 乡中人家房子了 非得让我也买一个 大平层 这一进门 那老板一眼就乡中 人家这300多平的大平层了 要说这房子大吃啥都行 这不太正宗的造合炒鸡蛋 自己搂了一盘 紧接着直接就给我领售楼出来了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买 我心话了 反正还得好几年交工呢 不过这趟旅游 是彻底给小老外整飘了 因为在他眼中看到的是 我们国家一片富强繁荣的景象 所以在他看来 所有人都是富有的 难怪非得逼着我 给买大平层呢 女儿 你觉得是 你国家很富有吗 我觉得是 因为 你的国家很富有 你有 荣物 不高的 荣物 好好的 这就是那老板眼中我们的祖国 谁都热爱自己的国家 但谁都想生活的更好 更方便 对那老板来说 看哪能好 看啥啥新鲜 你们眼中的科剧鱼很活 对于小老外来说 那是求职不得 就像这酒店免费提供的早餐一样 啥姑娘说 她做梦也没想过 早餐还能吃这么多样 总之在我眼中 那个口唐的那老板是彻底飘了 都说想要买一辆自己的小汽车了 你还别说 我最近也寻思着可以买辆二手车 以后经常带那老板去玩 朋友听了都让我找瓜子二手车 大平台就是靠谱 都已经卖了一百多万台了 现在一年一度好车节 每天都有搬家车 现在点击评论区就能参加 这又要买车 又要买房的 我这十一假期过的是过赔了 都说那小老外不要彩礼 但小老外真要求生活质量了 十一假期终于结束了 我俩也恋恋不舍的该走了 这临走还不忘把当地产的 我们喝剩下的半瓶酒带上了 飘是飘了 但我家那老板骨子里 这股口唆的劲呢是改不了了 这来的时候就看高速路 两旁的服务区感兴趣 这在回来的道上 我也领他感受了感受 可怜的小老外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高速公路服务区 在他们国家都没有 给那老板点了一碗 科据鱼很活的羊汤 羊肉汤 科据鱼很活 在服务区呢 吃碗羊汤 来个韭菜盒子 科据鱼很活 科据鱼很活